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维峰区大角咀住所做强制检测 政府晚上7点起维峰大角咀中美楼 受检人士必须在凌晨1点前接受检测 预计明早7点完成 当局接获澳洲通报 一个52岁男人被验出Delta变种病毒株 他在上个月26日离港去到新加坡 第二日转机去到澳洲墨尼本 去到29日检测程阳性 还未留的居民 之后要接受多4次强制检测 而患者在香港工作的葵涌九龙贸易中心1座21楼 亦被列为强制检测地点 至于确诊数字方面 本港新增一中输入个案 32岁男患者星期一由希腊底港 他没有病征在机场检测确诊 并验出大有N501Y变种病毒 本港连续30日本地零确诊 而初步确诊少过5中 专题下 激进港独组织光成者 9个成员涉嫌製造土制炸弹被捕 其中3个中学生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 今日提堂 年龄最小的只得15岁 全部要玩家后审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批评 利用中学生策略恐袭的人 其心可诛 又说淡化极端行为的人 会是千古罪人 因为涉嫌製造土制炸弹 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的3个中学生 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他们分别是15、17和19岁 控罪说他们在6月6日至7月5日期间 一起串谋和和其他人串谋 为了脅迫中央政府或者港府 又或者威吓公众 以图实现政治主张 组织、实施、参与或者威胁实施 以图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恐怖活动等等 违反港区国安法24条 根据条文 如果致人重伤等 最高判处无期徒刑 其他情况就最高判囚10年 警方国安署日前在多区採取行动 检获製造高爆炸性爆炸品TATP的器材 小量炸药和化工原料 并且倒破像在尖沙咀间 宾馆的爆炸品实验室 行动里拉了激进港独组织光成者9个人 消息说其中一个人在宾馆当场被捕 警方说找到行动指南 显示他们计划在隧道、铁路等放置炸弹 其中一个人针带证实是大学职员 已即时暂停他的职务 而警方已经持搜查令 入到石门校园搜证 又说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 严重威胁市民的大众安全 甚至社会和国家的安宁和秩序 予以强烈谴责 秀施说他太太是中学教职员 同样被捕 依然为组织提供资金 两个人获准保释 职务司司长李家超说 本港的恐怖活动有资深的迹象 策划的人去利用一些中学的学生 其心可诸 亦都有人尝试淡化这些极端行为 可能带来的破坏和伤害 尤其如果是有法律背景的人 他要知道他们说的话 是对社会是有影响的 有极端分子 因此而有一些极端的行为 曾经尝试淡化这些恐怖活动的人 会是千古罪人 他强调警方有触角的能力应对 社会应该共同谴责恐怖分子 武显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前年中大冲突暴动案首宗审理的案件 四个学生被告其中两个人被裁定暴动罪成 非法集结中使用蒙面物品罪有三个人罪成 案件夹后今个月21日判刑 罪成三个人要还压 中大生陈喜恒、邓希文、李大生李俊豪 以及专业教育学院学生张俊豪 被控2019年11月12日 在中大2号桥和环梅东路一带 与另一人以及其他不知名人士参与暴动 法官李庆年裁决的时候说 被告张俊豪、案发时候和被制服后的外貌、衣着等符合 加上根据片段和截图 肯定他有意图并且参与暴动 对于据辩解 因为好奇留在中大走一走 有神秘的女子协助入到暴动核心范围 并且提供装备 法官认为是匪夷所思 亦都是寻找开脱的借口 至于另一个被告邓希文 法官说不相信 他辩称自己走到暴动核心范围 没有意识到发生什么事 只是专注自己的呼吸声 入到去感官世界 又说他逗留了13分钟 但是当时仿如战场 如果是无辜路过 必然会立即离开 但是被告的衣着和示威者一样 并且和其他人同一阵线 裁定两个人暴动罪成 他们和另一被告陈喜恒 另外被控在非法集结中 使用无面物品罪 罪名成立 至于陈喜恒和李俊浩的暴动罪 法官说恐慌没有足够证据证明 他们什么时候 以及是不是身处暴动核心范围 并且逗留了多久 也没有证据显示 言行上间接参与暴动 裁定两个人暴动罪不成立 而将进号的在公众地方 管有攻击性武器罪 相关警员作工不可靠 裁定罪名不成立 对于多间大型社交平台所组成的联盟 早前去信港府 关注当局将起底行为刑事化 市人专员强调修例有必要 认为联盟不太了解当中的背景 正是若见会面 包括Facebook Twitter Google等科技企业 组成的亚洲互联网联盟 在网站上载上个月 自行给私隐专员公署的信 提到关注香港计划修订私隐条例 修例列明未经同意披露当事人资料 令到他或他的家人蒙受心理伤害 职熟犯罪 联盟认为心理伤害可以被广泛定议 没有客观标准要求删除 又说他们不会编辑涉及起底的帖文 也不是发布者 若会因此受到刑事调查甚至被检控 是完全不伤称和没有必要 科技公司不想被惩署的唯一方法 就是避免在香港投资和提供服务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 如何为之心理伤害相关的门栏高 心理伤害这个检控门栏 现在在私隐条例里面都有 不是一个分野 其实在去年有一些法庭的案例里面 就要证明有心理伤害 其实门栏都相当高 有些议员反而觉得这个门栏太高 他承认现在可以要求社交平台 移除涉及起底的帖文 大约七成要求获处理 他觉得仍然有必要修例 仍然有三成 我们是要不停和它是狗田 要不停地出信 有些是在海外 有些其实是没有理解我们的 这个是不理想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做法 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法律基础 甚至我们看到有些个案 三岁的小孩 他的个人资料都被人摆上网 这个真是情何以堪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 星期二晚说 留意到联盟公开的信件 没有提到个别互联网企业成员的取态 也没有提到成员有撤离香港的计划 批评外国传媒的报道 是断章取义和混淆视听 无线电视记者中策器报道 海地总统莫伊之遇息失望 53岁的莫伊之凌晨 在位于首都太子港的家 被多个不明枪手厂入击毙 她的太太亦在枪击中受伤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临时总理药室夫发声明 显责兇徒的行为非人道和野蛮 强调海地警方和其他部门已控制局面 休息一会 稍后回到报道 8号仿担保个人特费贷款 有14000多宗获批 贷款总额超过10亿 加拿大将出现首个原住民总督 杜鲁多表明 国家要正式打压原住民的历史 回来新闻时间 政府为失业人士推出的百分百担保个人特费贷款 去到上个月下旬共有一万多宗申请 获批出共超过10亿 政府因应最新情况推出优化措施 为失业人士而设计的百分百担保个人特费贷款计划 4月底开始接受申请 为期半年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静宇 出席立法会大会的时候透露 截至6月25日 银行一共接获4万6千多宗的申请 当中1万4千多宗获批出贷款 总额超过10亿 每宗申请平均17个工作日完成处理 有大概3%的申请人 因为不符合资格被拒绝批出贷款 其余的申请就还在处理 24万人失业 但局长只收到4万6千个申请 批出1万4千个 即是说拿到你申请的 是不够6%的人 失业人士 那你怎样可以说这个计划 是可以帮到失业人士 解决他们的嫌微之急呢? 一直以来我们关注的 就是说我们推出这个计划 是不是真的做到这个及时雨 为什么有这么多份的申请 可以4万多宗 只有1万多宗呢? 其实很多是因为文件未妥妥 我们都看到这个是其中一个的瓶颈 当局推出优法措施 方便市民申请 包括将失业前收入证明的指定时间 由原本2019年最后一季 扩阔到2019年下半年内的任何三个月 又弹性处理住址和失业证明文件 申请可以用银行的月结单作为证明 亦都接受申请人在失业期间 曾经从事非经常性收入的兼职或临时工 无线电视记者郭永恩报道 立法会三讀通过将劳工价的法定假日 分阶段增加到17日 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由去年开始 现时12日法定假日 将会每两年递增一日 到2030年增加到17日 和俗称银行价的公众假期看齐 而首个增加的法定假日是春年佛誕 之后依次是圣诞节之后 第一个星期日 復活节星期一 耶稣售难节和售难节翌日 这个问题实际上在社会 在劳工界是这个争议 都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可以说是超过十几年的时间 今次是能够透过一次过的立法 是打破了这个我们叫做十几年的僵局 是令到我相信大部分的 在争取这些劳工权益的朋友 都是值得开心 虽然我也都明白到 有部分的劳工界的朋友 是希望那个时间是能够快些的 不过政府是考虑到 对于我们大部分的中小微企 特别是微企 它怎样去适应一个变化 是需要一些时间 当然也都包括了 超过三十万的家庭 它需要雇佣外籍佣工 它所需要的时间 而作出一个我们叫做平衡的一个方案 饮食业界联同女法局等推出优惠 顾客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 可以七折埋单 8个饮食业商会联同女法局和煤气公司 将会在今月15日到下个月底 推行7月7折优惠 目前合共超过500间食肆参与 计划的前节是向4个人一台 都已经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顾客 在晚市提供七折优惠 参与商户可以按实际情况 自行决定优惠适用时间和条件 但是需要在店铺当眼柱 张贴活动标示和细枝 市民也可以在专题网页 浏览有关资讯 女法局说希望能鼓励市民打针 尽早建立群体免疫屏障 香港女法局会帮忙协助宣传 希望可以和参与的食肆一起推广 产生协同的效应 希望除了可以鼓励市民接种疫苗 更加希望大家可以出来消费 支持本地的商户本地的餐厅 饮食界立法会議員张宇仁说 优惠难以长期提供 叫他打7折 他们事实上真的要倒贴 所以支持7月7折的食肆 我很感激 他们真的不是打算赚钱 大家拿到5000元的消费券 我们希望财政司这么辛苦 在这么困难 都拿几百亿给我们的市民 我们也希望帮到政府在这个消费券里面 可以希望大家都推动香港的经济 张宇仁说 要视乎顾客反应是不是踊跃 再评估会不会将计划延长到9月 无线电视机者 杰瑞文报道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不得 内地加强对兴建高楼大厦的管理和审批 不准再兴建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 受疫情冲击 台湾失业率升到4.11% 创7年半以来新高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中国新闻 九州不准兴建 深圳华强北流高大概355米的塞格大厦 5月出现多次削烈窑房 大批商户紧急撤离 大厦至今仍未重开 当局早前说是风、温度以及地铁通行 产生共振 导致房洞 强调大厦结构安全 事隔近两个月后 国家法改委说 内地有些项目管理不严 令到建筑工程质素下降 增加安全风险 要求100米以上的建筑物 要严格执行抗震审批 并严格限制建造250米以上的大楼 如果确实需要兴建 要结合消防等建筑方案审查和备案 至于500米以上的摩天大楼 就不准兴建 法改委又说 要加强项目审核把关 不符合规定建设条件的项目 地盘不可以开工 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 科学确定合理建设施工期 防止边陷杀边设计边施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可以非法干预 和随便压缩合理施工期 未达要求的工程要及时整改 直至符合验收标准才可以交付使用 如果发生重大安全质量事故 应该加强程界问责 依法追究各单位 包括监管、设计和施工等法律责任 近年内地有多栋新落城的摩天大楼超过500米 包括632米的上海中心 和现在内地最高的建筑 位于深圳2017年员工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 天津工银金融117 以及有广州东塔之称的广州州大福金融中心 内地加强打击证券维法活动 包括加强监管中概股 近期滴滴出行等赴美上市的中资科网股 遭到当局审查网络安全 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共同发布文件 要求依法从严打击证券维法活动 强调要保障境外上市公司数据安全 并对中概股加强监管 其他主要内容包括加强查处 和惩戒大型案件 同时强化市场约束机制 文件亦定立目标 2022年初 初步完成制定建设 改善市场秩序 去到2025年 进一步提高执法司法效能 令市场规范和公信力显著提升 全面形成良好资本市场的生态 中缅边境城市混蓝瑞例 新增15宗新冠病毒本地病例 部分样本属于Delta变种病毒 新增本土个案 在瑞丽市全民核酸检测发现 其中两个人由无症状感染转为确诊 患者都是住在这个 这个国门社区 调整为目前全国唯一的高风险地区 瑞例这一轮疫情最初确诊的 包括缅甸籍患者 是中缅甸之间重要边境口岸 自去年开始已先后三次爆发新冠疫情 当局说目前有七份阳性样本的基因序列 和邻国流行的Delta变种病毒株高度同源 因应疫情 瑞例市两个区展开新一轮全民检测 主城区也实施封闭管理 市民需要居家隔离 停货停业 餐厅只是提供外卖 民众离开塞利市 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症的报告 台湾新增39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 最多9人死亡 受到疫情冲击 当地失业率升至4.11% 创了7年半以来的新高 驻台湾记者欧国勤报道 去年大学毕业的郑小姐 原本在电视台和餐厅 做两份兼职 受疫情影响 餐厅停业 上个月收入 只剩下至合大约2,700元港币 台湾一段疫情2月中爆发至今 当局三度延长三级防疫境界 禁止身内外群聚 各地商业活动大受影响 当局公布最新失业率 5月达4.11% 较前一个月上升0.47% 就业人口在一个月内 减少12.6万人 其中服务业影响最大 行政院6月推出第四波纾困措施 对象包括有儿童的家庭 和中低收入户等 并放宽至靠兼职维生的打工作 申请1万元新台币补贴 国民党就认为输困力度不足 主张全民派遣1万元新台币 从民进党的委员也非常多的委员都提出 应该要普发现金这样的政策 这样的思考方向 但是都不被现在的行政部门所接受 代表其实民进党内部矛盾非常多 另外英国经济学人近日以疫情对 运输旅游、悠閒娱乐和办公方式等影响 以出涵盖全球50个地区 回归正常生活程度指标 台湾倒数第二即赢过马来西亚 当局就回应说台湾仍在复苏 相信下次排名会上升 报线电视之台湾记者欧国强不道 美国国务院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孙晓雅 将出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 美国在台协会宣布主管澳洲、新西兰 和太平洋岛国事务的美国国务院 亚太副助理国务卿孙晓雅 将接替任期届满 月中离任的力英杰担任台北办事处处长 孙晓雅识得中文和土耳其文 曾派驻台北、北京和土耳其等地 前年曾在台北和蔡英文总统会面 他过去曾批评大陆积极改变台海现状 包括利用其他国家和台北断交 损害印太区域和平和稳定 北京一直反对任何认识的美台官方往来 和借台湾问题政治操弄 以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 全体下 日台过后邓丽君世世二十多年 北京有一间由邓丽君哥哥授权开的音乐主题餐厅 负责任期望将邓丽君的音乐传承下去 由着北京记者关可惟带大家看看 有人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 七十后的邓丽君自小听邓丽君的歌 十年前基缘口合认识了邓丽君的三歌 并且提议在北京石井山附近开一间主题音乐餐厅 邓丽君他已经不是一个歌星这么简单 邓丽君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时代来讲 他就是一个文化现象 包含了很多人对自己青春的记忆 他的歌声是伴随着一代人 两代人这个城堂 餐厅楼高三层 一进去陈列着邓丽君用过的钢琴梳装桌等 二楼就有一幅 用3000张邓丽君不同的照片 拼合成的大照片 每间房亦都用邓丽君的歌曲命名 他说餐厅的经济回报不是太好 但仍然会坚持下去 很多的年轻的朋友他们缺乏听到邓丽君的歌曲的机会 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听到 他也会觉得非常好 因为邓丽君的歌就有种魔力 就是好像哪一首歌 随时拿出来听都是非常的舒服 负责人亦都注重餐厅的每一个细节 所以这里的餐牌 除了每一本的封面 仍有邓丽君的照片之外 里面也设计到好像本杂志一样 看到各个时期的邓丽君 保鲜电视驻北京记者 关可惟报道 现有社交距离措施 大部分将会再延长两个星期 政府公布现有措施 包括四人限聚令 餐饮厨所措施等 会继续维持多两个星期 到今个月21日 戏院、博物馆等入场人数上限 就调高到8成半 湾仔、入境事务大楼等 三座政府大楼和港湾消防局 再部计划重建成一栋52层高的大厦 包括有甲级写字楼、酒店和会展设施 当局提交给湾仔区议会的文件 重建之后的大厦高52层 高度和旁边的中环广场差不多 展览厅和会议设施 一共有3万多平方米 即等同现在会展 可以租用的总面积的大概一半 另外会提供9万多平方米的 甲级写字楼楼面 和500间酒店房间 也会增建多条行人天桥 连接会展等 并提供大约880个车位 期望改善区内的交通状况 有展览业代表认为 计划有助提升本港的竞争力 按照规模估计 项目第一期要10年后才落成 期望当局交代更多的项目筹划细节 至于港湾消防局当局计划 重置到分域码头海军商场 当局的目标是明年先进行消防局的前期工程 而整个重建计划就会在腾空有关用地之后才进行 无线电视机在中拆期报道 转发财经消息 港股收报27960点跌了112点 总成交超过1565亿 欧洲股市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19点 巴黎克指数跌1点 德国特指数升141点 今晚7点半新闻 播到月达 再会 2小时